而在桃園龟山区有三名窃贼 趁着半夜的时候私下无人 闯进了娃娃机店偷窃 一个人负责搬走商品 另外一个人坐在车内接应 总共是偷走了11件物品 隔天台主看到之后非常的傻眼 损失将近3万元 另外在台东也发生了好几起的窃盗案件 警方调阅监视器以车追人 在16号逮到了三名嫌犯 一共破获7件窃盗案件 一个人在大半夜 全身包紧紧走进娃娃机店内 身手将机台上的商品全都搬关光 未斗还有同伙坐在车内不断接手脏物 隔天受害台主一看真的超傻眼 店内商品少了11盒损失将近3万元 有三人小组的小偷偷店里面的东西 大概有十几盒 我算大概应该超过3万左右 小张娃娃机窃贼出没在桃圆归山区 19号凌晨快3点 小偷三人组有备而来 除了开车搬运脏物 进店前还先打外监视器 只是大胆偷窃行为终究逃不过电眼 统统被录了下来 台主现在也希望能够尽快招到窃贼 另外在台东也发生连续窃盗案 监视器画面录下一名男子闯进民宅内偷窃 只见他熟练的拿手电筒照明 不断翻开抽地搜刮财物 另一头也拍下男子在台电养殖场 偷走电缆线 台东警方在4月初陆续货报多起窃盗案 展开追查后终于在16号 逮获三名窃贼 16日持居票 弃货 陈信等三名犯贤 查获安非他命及作案工具一批 警方另外还查获失窃的保时戒指和明表 一共破获七件窃盗案 未来也将扩大侦办 要将窃贤通通绳织之以法 借桃源台东综合报道